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时不消 头痛 现在的人也早已意识到 如过早脱去棉衣 急易受寒 寒则伤肺 亦发生流行性感冒 急性支气管炎 肺炎等病 春天还是流脑 麻疹 腮腺炎等传染病多发季节 这些疾病的发生虽与细菌 病毒感染有关 但感染后发病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体质 和起居条理 中医学讲 风为百病之长 春季多风病 老弱者早晚外出 特别是大风降温之时 更应注意保暖 不忙脱衣 春午得法将会减少发病的机会 今天 小关就来教您一些小知识 春季只要五对这四个位置 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哦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虽然春午秋冻这句老话大家都听过 但想必不知道春午到底有什么益处吧 提示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好处 第一 有利于调节人体的恒定温度 因为无论季节如何变化 人的体温总要保持在37度左右 人体保持恒定的温度 要不是靠血管的收缩和皮肤的出汗来调节 要不就是靠增减衣物来维持 如果过早地剪掉衣服 就会破坏人体恒定温度的调节 影响身体健康 第二 春午有利于抵御风寒 人体也同自然界一样 在春天开始复苏 原先处于冬眠的皮肤细胞开始活跃起来 毛孔张开 这时当冷风吸来时就能长驱直入 使人感到寒冷 另外 春天重抒发 身体内的阳气也开始活跃 想抒发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要配合它 让它能顺利出来 那如何能让它顺利出来 就是需要打开你的毛孔 出汗 所以 春天稍微多穿点 让你的身体时刻都是暖和的 这样你的毛孔就是张开的 就有利于汗液的排除 第三 春午有利于适应季节的变化 在初春时节 经常有寒流和强冷空气南下 导致气温急剧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捂着点 就很难适应这种冷暖的变化 许多人甚至可能会患上感冒 气管炎 关节炎等疾病 那么既然要春午 春午应该午多少天呢 难道要午整个春天吗 当然不是了 春午秋冬的意思是说 春季气温刚转暖 不要过早脱掉棉衣 秋季气温稍凉爽 不要过早增加衣服 有专家表示 一般情况下 即使气温回升了 也得多午7天左右 体弱多病或高龄老人 需要午14天以上身体才能适应 如果过早脱掉棉衣 头部 下肢 手部 咽喉等 都很容易在一冷一热的气温变化中 因不适应而受寒 从而又发疾病 并且春午讲究上泊下后 人体下身血液循环 相对上身来说较差 更容易受到寒流的侵袭 所以初春要注意腿部保暖 无腿 无脚 时时顾惑人体的阳气 因为脚部位与肢体最末端 是身体上对外界温度 最敏感的部位之一 所谓的含从脚上起 就是这个道理 脚部受凉后 不但会反射性地 引起鼻膜炎血管收缩 让人更容易被流感病毒 鼻病毒等侵袭 还容易引起腹泻 并影响到脑部的供血量 中医认为 脚是人体上穴位非常集中的部分 有些人经常出现偏头痛 小腹疼痛 却总也找不出原因 其实就有可能是因为脚部寒冷 影响到全身经络运行 所造成的阳虚 天气开始转暖后 很多人习惯于先脱去厚重的绒裤 毛裤 秋裤 一下子脱成了单裤 其实 这是不符合春季养生原则的 裤子最好是由厚 变薄逐渐减 毛裤 绒裤 简称秋裤 厚的秋裤 简称薄秋裤 或连体袜 再简称单裤 这道理和五角是一样的 目的是为了防止含血侵入人体 午的时候早晚午 中午可不午 中医认为 一天当中也有阴阳的变化 白天煮阳 晚上煮阴 白天阳光充足 气温相对高 要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 让气血畅行周身 东行阳气 以散欲热 避免内热淤结于体内而生病 外出活动最好与自然界阳气 最旺的时间相匹配 即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 这时不能午的过多 以免热气散发不出去 不利于健康 而早晚较冷 自施个适当午一午 这就是中医讲究的顺时而为 另外 午与不午还要看具体的气温 15摄氏度是春午的临界温度 有研究表明 对多数老年人或体弱多病 而需要春午者来说 15摄氏度可以视为 无与不午的临界温度 也就是说 当气温持续在15摄氏度以上 且相对稳定时 就可以不午了 中午还有地域的差别 南方的春天湿寒较重 容易受寒 这种情况需要适当午一午 北方的气候相对比较干燥 加上室内有暖气 所以不用刻意舞 以免上火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一开始小关就说了 春午不是要穿棉袄 包满全身 反而容易让身体变得虚弱 春午也是有讲究的 只要五对四个部位 就能保一年健康 春午第一个关键部位 手腕 手全身血脉 新主管全身的血脉 通过输送气血 来温暖全身 圆血是主管各脏腑的元气 和生命的原动力 所发出的血位 能够强化脏腑 所以春午的第一个关键部位 就是手腕上的深门血 它主治胸痛 便秘 焦躁 心急 失眠 食欲不振等疾病 为人体手少阴心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 平常没事的时候 用拇指指端 反复点按神门穴 三十次 可以去除烦躁 按神定制 按揉此穴时 力量不需要太大 也不必追求酸胀感 春午的第二个关键部位 腰眼 甚好一切都会好 腰眼也是春午的重要部位 人体阳气的根在肾 而腰围肾之腹 肾阳虚实 会腰部酸软怕冷 经常尿频 或精神容易困倦疲乏 按摩腰部肾术血 可自因撞扬 不肾进腰 除了点按以外 可两手握拳 以手指掌指关节 突起步 放在两侧肾术血上 先顺视针方向 压揉九次 再逆视针方向 压揉九次 如此连坐三十六次 春午第三个关键部位 小腿 聚阳气 一年少疼痛 很多老人容易出现偏头痛 或小腹痛 甚至出现恶心 呕吐 眼睛痛 这种表现属于肝阳虚 这时要重点保护好 小腿外侧 可以多热敷 足灵气血 和阳腹血 足灵气血 在第四脚趾和小脚趾之间 缝的终点 取血方法 是将手指 从四脚趾和小脚趾之间的缝 向脚背方向推 推到有骨头的边缘时 就是足灵气血 阳腹血 在小腿的外侧 脚外踝关节 上方四寸的位置 中午第四个关键部位 肚脐 启动胎息 能延寿 中医称肚脐为神雀血 温暖此处 可鼓舞脾胃阳气 特别是一些 胃部怕冷 爱腹泻的人 要特别注意 这个部位的保暖 神雀雀的保健方法有三 一 揉中发 每晚睡前空腹 将双手搓热 双手左下 右上跌放于肚脐 顺时针揉转 注意 女子相反 每次360下 二 聚气发 端坐 放松 微闭眼 用右手对着神雀空转 意念将宇宙中的真气能量 向其中聚集 一感觉 温热维度 三 一手法 放松 盘坐 闭目 去除杂念 意念助于神雀 每次半个小时以上 九之则 凝神入气血 血中 真气发生 胎息则慢慢启动 春午秋冬 四个字凝聚着中国五千年的中医智慧 百姓的期望 希望大家能按照风法五一五 身体整体抵抗力都会好很多 一整年身体都顺顺的 除此之外 春午也要锻炼 中医认为 防病如玉笛 春午是防御 要想防急健身 还必须从春天开始 加强身体锻炼 增强机体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 同时 还要讲究科学饮食和起居 饮食上要注意调养肝气去春活 应该多吃干淡食物 如黑米 豆类及其制品 蔬菜 有菠菜 韭菜 芹菜 油菜和胡萝卜等 果品有栗子 红枣 枸杞 枸杞和菠萝等 除了春午有度 与药食调理外 还需调养精神 震怒养肝 以防春活萌动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 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别忘了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喜欢小关的话 也请点点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